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呼吁禁止TikTok之后 特朗普就推迟了该应用程序在美国的业务 为此TikTok向白宫提出了一项提案 Bitens将完全剥离TikTok在美国的业务 由微软负责这些业务并保护TikTok在美国用户的数据 微软就此承诺 这笔收购交易将在9月15日前完成 尽管目前尚有许多未知数 但对于微软公司来说 购买TikTok是一个大胆而又可能有利可图的赌注 那么微软为什么要购买TikTok 此交易会有什么风险呢 TikTok庞大的用户数据最直观的原因 是TikTok所拥有的用户数据 TikTok交易的关键部分是 微软能够获得访问权限的用户数据 微软在确认收购谈判的博客中 也承认该数据的重要性 将给微软带来很多利益 微软长期以来一直使用Xbox Live 为将来的软件和硬件项目提供Microsoft Research的支持 并且使用数据可以帮助游戏开发人员和微软 更好的了解人们如何使用Xbox 最终也有助于微软开发和改进其产品 除此之外 微软拥有其在软件业务使用方面所需的所有数据 但在近年来对于纯消费者的服务方面并未取得成功 这是该公司对消费者行为的洞察力处于一片空白 而TikTok恰恰可以帮助纠正Microsoft的这个盲点 甚至影响公司内部其他软件和服务的开发方式 单独运行TikTok可以使微软充分利用其所有重要的数据和集成点 而且可以将TikTok定位为YouTube和Facebook竞争对手 这是Microsoft一直想要的 协助微软将数字广告市场扩大一倍 根据inMarketer的数据在线广告市场发展迅速 2019年将增长约16% 尽管今年的增长会放缓 但市场可能会在2021年强劲反弹 预计增长约17% 而微软通过收购TikTok就可以成为数字广告领域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毕竟TikTok在美国拥有多达8000万用户 近几个月来随着COVID-19大流行 TikTok的基数一直在快速增长 这意味着TikTok的广告市场也还在不断扩大 尽管TikTok尚未开始有效的利用其用户获利 估计每个用户的平均收入愈为每季度一美元 而Facebook为33美元左右 但它具有很大的潜力 TikTok用户活跃度很高 每天在该应用上花费超过50分钟 这要比花费30到40分钟的Facebook和Snapchat用户花费更多的时间 话虽如此收购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 大多数社交媒体公司收集用户数据 构建配置文件 并以此来更好的定位广告 这些越来越多的隐私问题 已经引起了对诸如Facebook和Google之类的公司的监管审查 如果Microsoft要继续在社交媒体和广告领域大举投资 则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估计TikTok在美国的业务价值可能约为200亿美元 这是基于2020年预计的美国收入 约5亿美元和40倍的适应率得出的 虽然这个倍数远高于Facebook和Snap的适应率 在首次公开发行时的适应率分别约为21倍和24倍 但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 因为这仅适用于美国业务 这可能具有更好的收入潜力 因此很难确切地说出 微软潜在的TikTok收购将如何进行 毕竟对于公司而言 这是一笔不寻常的交易 尤其是在美国政府持续面临威胁的情况下 更何况微软通常不会在达成交易之前 确认其正在进行收购谈判 但是我们依然能在该公司的博客文章 其中特别感谢了特朗普总统的亲自参与 终一窥端倪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微软的博客帖子可能是由总统盟友施压 并特别提示后促使该公司公开承认这一交易的 而且此次收购是否能顺利完成也是难以预测的 微软之前对于像TikTok这样的社交软件 没有任何运营经验管理经验以及内容审核经验 因此收购TikTok对微软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微软也明确表示收购还在初步讨论中交易可能会破裂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TikTok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波折 一切都存在变数TikTok的红利到底是昙花一现 还是行业风口恐怕要交给时间 或许还有特朗普来检验了